北市第二梯搜救隊 三十針蓄勢待發 市長親自古士氣 所謂的地震監測儀的部分 我們自己也有攜帶 我手邊藍色這台機器的話 是我們的位移監測器 監測余震晃動 靠他提醒 接下來發出對應的聲響 藉由聲響提醒到 我們現場所有救災同仁 指揮官就會發出 對應的撤退訊號 告訴內部救災人員說 你必須要撤退 建築物有可能會倒塌 那除了無線的方式 我們也可以應用有線的器材 去做一個鋪設 兩款聲響探測器功能強大 生命真相很好 好 收到收到 清理收到 跟那個救救人員對講 對 所以是可以放多深 就發明 我們同仁手上拿的這個器材 它的名字叫蛇眼 藉由我們創造出來的窺視孔 將前方的蛇眼伸進去 那在由外部的同仁進行操作 了解到說我們這一面牆後面 它有一個是什麼樣的一個狀況 林玉 還是指揮長都 都會放在後面 裝載四大類援救器材 一個貨櫃二十多組 眼前人道救援運輸車 參考國外規格 國內自行打造完成 大型災害現場 搜救犬並肩作戰 但跨國援救 環境天候最大考驗 像我們有時候會需要到前方 去了解說前方的狀況 但是環境可能相對危險 我們需要狗先受控的 在一個地方等待我們 直到我們將它換回 低於五度 這次其實對他們來講就會明顯有感 但是我們又不方便在他們操作的過程之中 替他們夾衣服 因為曾經有發生過 即便是鏈子 但它在瓦力中就被勾住了 肩負國人期待 首踢台灣國際搜救隊九十針 含醫護可搜救犬 六號晚間出發 七號台灣時間下午 平安抵達土耳其 不論前線或待命 搜救弟兄一條心 死命必打 白石文 蕭智姐 許英豪綜合報導 坐